很多重庆人都以为渔中商圈是重庆的商业天花板真相超出想象 重庆唯一能进2021中国购物中心销售榜前50的 只有连销售额56亿的一家商场 反观榜一大哥北京SKP连销售额高达239亿 日均销售6500万 每年4月电器跟不要钱一样 人山人海啊 再看隔壁成都三个商场入围前50 国金中心近百亿的销售寄生全国地时 成都老梁用购买力证明了包子百币 大多数人不知道 口罩之下重奢消费比平时更具经济带动式 2020年全球奢侈品市场萎缩了23% 而我国的奢侈品消费却力生长48% 达到了3460亿 颜色在2025年 我们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 一座城市消费能力的体现 重奢是绝对的主角 重庆能赶上重奢这趟列车吗 能不能上车 首先要看消费意愿 奢侈品行业的资料显示 提及奢侈品品牌最多的十个城市 重庆排第六 在成都的前面 然后看消费人群 全国对奢侈品感兴趣的人群是1.1亿 女性占比60% 盛产帕尔多的重庆 女性地位和成都比属于大胳膊说二个 最后看奢侈品的消费场景 重庆的处境有点影响很丰满 现实黑骨感 买个香奶奶使酒泡包 还要打个高铁去客户地 爱翻数据的鱼胖环过来一圈 有潜质在重庆商业做重奢刺客的 只有发家香港用百年商业履历的香港自地 他家在寸土重金的中环 持有和管理了12座大楼 其中就有港剧经常我们看到的名场面 自地广场的中庭 集中了我们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收持品牌 总之在中环感受时光交错中 邂逅个发歌发扫 都是常有的事 当下他家商业也陆续进入内地市场 在北京打造的王府中环 逛个街和住个店时 就能胆大妄为的瞥见故宫 为了配得上王府这个称谓 竟将末代皇帝溥仪堂兄住过的被子府 体面地保存下来 融入到商业氛围中 妥妥地演绎了一株 北方版的太古礼和大慈士的经典范本 这里受得了吗 随着中环戏落地重庆的步伐越加临近 吃瓜群众鱼胖也期待香港自地那家企业 在祭出中环戏这面威风大旗的背后 也能在艺术氛围这块 帮重庆发发力出出汗 更别忘记将重庆的历史依赖不尴尬地融入其中 演绎出类似在北京王府中环的佳话 口罩前重庆在抖音的世界里妥妥的网红一哥 借中环一生Buff 在重庆就等中环上分下一个艺术节拍潮流胜地 重庆的极美Richmond冲出来